Hello 小宝宝我是小玲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怎么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提升自己穿搭质感还有高质感的一些小方法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小tips呢 都是我自己在平日常的时间中 慢慢积累下来的 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和参考 第一个呢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小习惯吧 我会把在快时尚或者是淘宝淘来的平价的衣服 先修剪一遍线头 那一件衣服如果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些线头的话 它的质感是大打折扣的 这样做呢不会花费我们很多的时间 但是可以让这件衣服看起来整件很多 第二点呢是尽量要在穿衣服之前把衣服熨烫好 这个方法真的是最简单又不用花钱 但是能够最快速提升衣服质感的小方法 如果觉得大的挂烫机占的地方的话 可以像我一样买这种手持的 品牌这里我就不跟大家推荐了 因为我只用过这一款 这款呢我也用了很久了 去年我就买了 它的缺点呢是会有一些重 装满这一罐水呢 差不多可以运三到四件衣服 它的好处呢就是比较好收纳 不占空间 熨烫的效果很不错 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基础色的搭配 这个方法呢是我自己经常在用的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简单高效的方法 它可以让我们用一些评价 简单的基础款穿出舒服耐看的质感 基础色我在这里先给大家简单的列一下 就是黑白灰米色 鸵色和藏蓝色 大家可以任意的从这组配色里面选三个 可以选两个浅色 一个深色 或者两深一浅都OK 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展示两个小例子 比如这一套呢 我就是用了基础色里的米色 白色和鸵色 组成的一套搭配 是两个浅色 一个深色 米色衬衫搭配了一条鸵色的裤子 包包呢我也选了鸵色系的 再搭了一双白色的鞋子 整一套搭配呢 有深有浅 色系呢也是比较舒服耐看的 再跟大家分享一套两个深色 一个浅色的搭配 那这次呢我是用了基础色里的 鸵色 藏蓝色和白色 那因为鸵色和藏蓝色的颜色 都偏深一点 就选了白色来体谅一下 那刚才让大家在选基础色的时候呢 就是要有深有浅 是不是让整体的搭配色彩 更有层次感一些 这个小方法 我一直都想分享给你们 因为它是在我自己 平时生活的穿搭中 使用率非常高的 在我们比较忙的时候 不会说每一天都有那么多时间 思考自己穿什么 但是又不想穿得太邋遢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它可以快速地 帮我们搞定一套搭配 快速出门 下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点呢 真的是根据我自己的 薛蕾石总结出来的 就是不建议入手价格过高的 设计繁杂的单品 虽然说我自己现在呢 是比较喜欢入手一些 款式简单 比较耐穿的基础款 但是呢也避免不了 就是有时候想去尝试一些流行款 这种时候其实在高阶品牌里面 选一些价格 评价一些的穿一穿款式就OK了 不建议入手价格过高的 像我自己之前呢 就真的买过很多价格比较高的 设计繁杂的一些流行款 那它们并没有因为价格高就不过时 在该过时的时候它们还是过时了 但是在我买它们的时候呢 我确实觉得它们是好看的 因为我自己当时的审美呢 也会局限在那个时候的认知里 那随着自己审美的进步 就会看它们越来越不顺眼 但是扔掉吧 因为价格很高就觉得很心痛 但是放在衣柜里面呢 就会真的很给自己添读 那所以当我们想尝试一些流行款的时候 适当的入手一些评价的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那这一点呢 在我之前的穿单分享里面 多多少少有跟大家提过 我是比较建议大家能够在自己预算承受的范围内 尽可能的去选一款质感好的包包 它真的是可以提升我们整个穿搭的一个质感的 买一款质感好的包 不一定就说一定要买大牌 根据我自己买包的经验来说 决定一款包质感的呢 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五金 第二是皮质 那最后呢就是包型 大家在买包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看五金 那如果它的金属是那种比较有劣质感的 就不建议大家入手 皮质方面呢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头层牛皮的 它的质感和光索感都会不错 对于即将要入职场的小伙伴来说 可以试试这种有棱角比较硬挺的包型 它搭配起来是可以提升我们整个搭配的一个气场的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跟面料有关的 之前在试图里面总是跟大家强调面料重要性 那今天呢我是想从什么样的面料 不能买太过平价的 那什么样的面料做成的单品 抛开版型 不说其实贵价和平价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那第一个呢 不建议大家入手太过平价的面料 就是蕾丝 我又拿出了这件当天给大家做雷霆师饭的蕾丝小裙子 因为自从那时候 我几乎再也没有买过这么大面积蕾丝的单品 坦白说这种材质即便花了大价钱 也很难穿出我们想要的质感 但如果是平价蕾丝 它又用了大面积这种材质的话 是比较容易穿出廉价感的 那第二类呢 就是我们不必花太贵的价钱 去买这位面料做这个单品 主要就是棉质的T恤和卫衣 其实棉质T恤和卫衣 就是每年很多品牌都会出价格从几十到几千 甚至上万的都有 但从面料和版型来说 插具并没有大到值得我们花这么多的插价去买 除非是喜欢它一些特定设计的logo或者是图案 不然我觉得像块石上优衣裤这一类的单品 已经做的蛮不错了 OK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 也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那我们就